大家好 为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黄金走势 现在在日线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呢 黄金呢收出了一颗小阴线 这颗小阴线呢虽然是收跌 但是呢它的下影啊并没有超过支撑位 也就是说现在的支撑位还是有效的 这个支撑位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线 在1928.86这一线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它的下影在这 这颗阳线的下影也在这 这颗阴线的下影还在这 所以这一排的下影都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有非常强的支撑位 1928. 如果这个支撑位如果击破的话呢 下方还有一个很强的支撑位也就是在这 大家可以看到在1911.27 所以目前的这两个支撑位呢 对黄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呢黄金在保持在 1911的这个位置上方呢已经大概 接近123 456789 九个教育日了 也就是说九个小时以来呢黄金从来没有跌穿过1911 这1911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看来黄金有在这 是奇稳的这么一个迹象而且本周呢 鲍威尔还要在这个 呃开一个会 所以鲍威尔的发言呢还是对黄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前看来呢黄金有汪在奇稳之后呢继续上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